地震发生的时候,时间就意味着生命。 昨天上午的8点48分,四川宜宾市拱县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15000米。 在此次地震发生前,大陆地震预警网成功预警,多所学校提前紧急组织疏散。 这段宜宾某学校的监控画面再现了地震发生前,学生们紧急撤离的场景。 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宜宾宾县抵洞镇附近,震机为5.3级。 地震发生前,四川宜宾、乐山、成都、云南昭通四个市63所学校提前发出预警。 其中部分地区预警提前了57秒,而镇中宜宾市则提前14秒发出预警。 此外,宜宾、乐山等地一些民众也通过手机、电视专用接受终端等提前收到预警。 就是这短短十几秒为生命赢得了时间。 发出预警的大陆地震预警网由成都高兴减灾研究所和地震部门联合建设, 以覆盖我国地震区人口的90%,成功预警了多次地震。 截至目前,地震共造成拱线玉河乡一人轻伤。 当地已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并实施三级应急响应。 目前,灾区道路通畅、供水供电通讯正常。